新北市一名41岁男子 因为不满 前女友交了新的男朋友 昨天深夜接近12点钟的时候 持枪埋伏在三重的自强路前 前女友住家的附近 见到前女友跟男朋友出门 立刻上前朝两个人开枪射击 女子左小腿枪伤 男友则是胸口枪伤 这户人员将两个人送往医院来救治 左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警方已经组成了专案小组 沿路调阅监视器 也查扣了犯案的枪支一把 以及弹壳三枚 初步研判是感情纠纷 警方目前已锁定 嫌犯群立追击当中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